干锅鱿鱼这么做好吃 在家里也能做出饭店一样的味道 哈喽大家好我是陈小崔 今天40块钱呢 就买了这么一点鱿鱼 太贵了 我们把皮皮给它撕干净 嫌麻烦的朋友 不撕也可以 清理干净的鱿鱼鱼 我们给它切下花刀 这样它更入味 再把它改成条 不要切得太小了 吃起来不够硬 切好的鱿鱼鱼加入姜葱料酒 给它腌制个十几分钟 配料今天我们加的一些 轩茶酥菇 茶酥菇在里面呢非常的入味也非常好吃 把它撕小块一点 再把它清洗干净的 沥干水 再来切些红椒洋葱条 吃到辣的朋友可以切些小米椒 这个洋葱一部分切成条 一部分呢切成丝丝 我们垫底 姜蒜切成片 二斤条辣椒切成菱形 再来切点蒜苗或者芹菜 配料切好了 我们先把茶酥菇炒一下水 饭点的做法是过油 家里面炒水简单方便 再来把腌制好的鱼鱼鱼炒一下水 鱼鱼鱼烫一下就捞起来 不要炒久了 这个干锅酱特别香 微微的炒一下 下入我们切好的配料 还有鱿鱼絮 茶树锅 给它放上去 翻炒均匀 调味儿 我们加入一些肥糖 味精 还有汁染粉 不要放盐了 翻炒均匀之后就可以出锅装盘了 我们把洋葱丝打底 把鱿鱼絮放上去加热 最后撒上一些熟芝麻 葱花 就可以上桌了 喜欢的朋友记得收藏起来试一下 下酒又下饭 非常容易弄起来